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多方跳空缺口 而这两个位置也都牵动着所谓600块钱的整数关卡 我把它清楚地指出来让各位看看 先把大家的目光焦点 拉回到台积电法说会后的隔天 你们记不记得台积电是1月14号法说 所以隔天1月15号 K线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一根K棒就是法说会过后台积电的位置 那么当时法说会除了利多还是利多 超强的利多 资本支出 未来5年到10年的成长 甚至台积电也让大家期待 将来能够接到Intel外包的代工订单 我想种种的利多 反映在法说会过后 法人对于获利跟目标价的上修 因此台积电一波急涨到679元 就这一波 结果散户追进去外资卖股票之后 台积电开始去做拉回 在这个下跌拉回过程当中 我请大家去思考 难道法说会的那些成长性 那些利多展望都不见了吗 并不是这样吧 所有的利多都还是存在 所以急拉如果说是不合理 那么急跌同样的也不合理 所以当台积电拉回到 法说会的这个位置 它就是买点 这个是逻辑思考 除非你认为整个台积电法说会 根本没有利多可以期待 所有的展望都是骗局一场 梦一场 那当然这个地方它就守不住 否则来讲 当它拉回到 法说会过后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买点 而这个地方不就是一个 跳空缺口的位置吗 同时这里也是月线的位置 也是600层数关卡 所以我说当它跌到600 甚至破了600 它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因为市场上的散户 有可能会在破600之后 过度的负面解读 而做技术面的停损杀出 那今天台积电的大涨 带动了台股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就提到 快要封关了 但是要记得操作的节奏 要反市场 这个礼拜其实是要找买点的 上个礼拜才是减码 所以你上个礼拜卖股票 这个礼拜你心中就能够 比较坦然的来看待这个行情 那所谓的丙种结账卖压浮现 各位千万不要被报纸的标题 牵着鼻子走 这是昨天报纸新闻的标题 跟大家讲说丙种结账卖压浮现 结果最有趣的是 这一篇新闻所附的表格 这里面统计了过去十年 封关前一周台股的表现 来各位看 其实十次里面 有八次是上涨 只有两次是下跌的 也就是说这个礼拜 其实台股本来就是上涨几率比较高 那我们来讲 今天台股大涨 市场上的投资朋友 可能会有几种情绪的反应 第一种最开心的人 上个礼拜把股票全部出清 昨天指数破低的时候 还逢低 进场买回股票 进场大买股票扫货 今天台股大涨 大获全胜 这种人绝对是最开心的 但问题是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 如果操作能够到这样的境界 上个礼拜出清 昨天全部买回 今天大涨 大获全胜 这个不是神 大概就是神棍 大概就是两种等级 第二种人 上个礼拜有减码 减轻压力 降低风险了 那么多多少少 避开了几百点 甚至一千点的回档 然后这个礼拜 原本按照计划 想要买股票 利用封关前一周 反市场 把股票买回来 不过突然碰到今天的大涨 还没上车 最后就已经喷出去了 那目前来讲话 还是维持在 五层附近的中性持股 继续等待机会 机会还是有嘛 因为今天才礼拜二 后面还有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还有三天 那这种人呢 上个礼拜有减码 那现在看到股票涨 因为手中也还是有持股 所以心情呢 应该也还不错 那操作呢 虽然没有到达神的等级 但是呢 起码 降低风险 减轻压力 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因为我有跟大家讲 我们预计这个礼拜 会进场买股票 但是我觉得更好的买点 应该是在本周的下半周 这个是在上个星期 就预先规划好的操作计划 所以下半周不就是三四五 这三天 所以今天的大涨是一个突发偶然 那我们也祝福今天的行情 同时呢 我们也受惠于今天的行情 因为我们手中还是有持股 那么今天的持股 也都跟着出现了上涨 那第三种人 注意了 第三种人 今天的心情 真的有够差的 上个礼拜 整个星期 随着市场起舞 拉高什么族群 就去追高什么族群 股票没有减码 直到看到呢 大盘大跌 台积电破600的时候 才杀股票 尤其呢 砍在礼拜一的人 也就是昨天 砍仓砍在低点的人 看到今天这一根大涨 那个心情 实在是蠢子 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有时候呢 手中股票一卖出 股价就大涨 这种郁闷的感觉 是比股票被套牢 还要更不舒服 那我不晓得 我们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 有没有第三种人 当然魏洋老师 不会去笑你 因为这种错误 谁没犯过 每一个人都犯过 我也犯过 我们不要怕犯错 但是呢 重要的是 怎么样扳回一层 反败回一身 如果你已经卖了 你今天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提醒自己 操作的节奏真的很重要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就更不能着急冲动 不要说你昨天卖掉股票 今天看台股大涨 又今天一开始追 或明天不顾三七月一开始追 乱无章法的操作股票 那可能就不是一次的损失 所以要把这个习惯心态 调整过来 你来找我 我会帮助你 因为我们是有完整的 操作规划的 那今天报纸写到说 劳退基金 最爱台积电 联发科 三大政府基金 去年赚了将近4000亿 大赚 那他们大赚的背后 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持有什么股票 包含台积电 联发科 台达电 鸿海 联电 这些都是 我们政府基金的最爱持股 其中台积电 几乎占多档 这个政府基金的持股 不仅是第一大 而且超过三成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也常跟各位聊到 如果你希望指数大涨的时候 你能够更有感觉的参与 就像今天 指数盘中涨快400点 你不希望说 怎么我的股票没有动 我都没有感觉 今天涨400点 很简单 你就去买台积电 如果你希望 你的基金的绩效 能够向政府基金看齐 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你也能告诉别人 我大赚 很简单 你就去买台积电 不管你的持股 是三档 五档 十档 其中一档 请保留一个位置 给台积电 台积电 小跌小买 大跌大买 这个就是最佳的策略 所以你也不用在今天 刻意地去追台积电 因为破600的时候 就是好买点 那我们讲 如果你要投资台积电 你要懂得一个操作的心态 是什么呢 穷人是用时间来换钱的 什么意思 这里我引用的是原文 用穷人两个字 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 我们讲平凡人好了 很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甚至中产阶级 寿星阶级 这些平凡人 他是用时间来换钱的 那么其实时间跟劳力体力 是一体两面的 比方说 你早早每天 七点多就进公司 一路忙到晚上 八九点才下班 回到家 有时候还要继续 打开手机回复老板 打开电脑处理公务 等到洗完澡 摊平躺下去 就睡觉了 什么生活品质都没有 跟家人互动的时光也不存在 更不要说运动健身 阅读知识 或者是做股票的研究 这个就是平凡人 甚至有些人 晚上还要兼第二份工作 假日还要兼第二份工作 这个就是用时间来换钱 但有钱人富人 是用钱来买时间 什么是用钱买时间 我们最直接讲 像今年 当台积电的大涨的时候 媒体就有写 张忠谋每天身价又多了几亿几亿几亿 他现在早就退休 他有没有因此 付出什么时间跟劳力 我是说现在 退休后 有没有 他不需要 因为他持有台积电股票 台积电涨 他身价就增加 所以投资股票本身就是一种 能够用钱来买时间 换时间的一个最有效率的捷径 你投资一家好公司 投资台积业 你不用积极盈盈去分析 他什么技术面破哪条均线 你不用去看那个东西 你让台积电的工程师 为你辛苦 为你爆肝 这就是股票市场的魅力 所以投资好公司 了解基本面 他绝对比技术面 来得更为重要 这是不同的层次 我说过 你投资台积电 如果跌了10%停损 有错吗 不能说错 这是纪律 如果跌破月线你停损 有错吗 也不能说错 这是纪律 但是如果你因为 基本面的信仰而支持他 他会帮你不断地成长 突破新高 带来财富 如果聊完台积电 你了解魏杨老师在说什么 我们同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产业的 相关一个细产业 就叫做D-Ren 最近D-Ren的好消息 陆续开始传出来 先是美光说D-Ren的景缺会持续多年 这个新闻我们前几天也帮大家追踪到 今天新闻又写到 D-Ren的合约价全面上涨 需求大爆发 估计一路涨到第四季 各位好朋友 现在台股才在2月第一季而已 那么他已经告诉你 D-Ren要涨到第四季 真的会这样子吗 想不想知道 魏杨老师对于D-Ren后续涨价的看法 以及刚才新闻里面提到的合约价 合约价又是什么东西呢 还有大家常说 立基型的D-Ren 标准型的D-Ren 这个又有什么差别呢 所有相关的重要产业资讯 都在待会儿的节目 我们休息一下 D-Ren其实很标准的 它就是景气循环的产业 景气循环的东西 看供需 看报价 我想这边提到 今年有机会一路涨到第四季 我们先来谈谈供需 今年现在的市场状况来看 供应商库存的水位都是在低档 而且过去对景气看法比较保守 所以没有大幅度的增产 因此上半年供给的成长都极为有限 所以到目前来讲 我觉得至少上半年 第一季 第二季 低院持续涨价 绝对没有问题 下半年的情况 当然还是要再去多做观察 并不是不看好 而是说这个比较客观 所有的电子产业 景气如果你要我一口气 跟你预测到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 我觉得这个都有点把话说得 过度满了一些 半年没有问题 那供给面谈完 我们来看需求 低润应用在哪里 这个又会牵到 牵动到刚刚所讲的 低润有分成标准型 有分成立基型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以往 低润的应用的最大中主流 就是放在PC 所以用在PC的低润就叫做标准型 除了PC以外的市场 就是所谓立基型 包含手机 当然因为现在伺服器 因为资料传输储存的需求 资料中心的建置 所以它的需求量也很大 而且是今年里面 成长性最高的 所以又单独拉出来看 包含伺服器 所以分成这三个市场来看 伺服器标准型立基型 目前在1月份的合约价 都出现了上涨 低润市场是这样子 你要反映即时的供需的价格 那个叫做现货价 即时的 现在供给有限 有人需求出来 需求多 需求没办法被满足 我直接到现货市场去买 这个叫现货价 现货价去年第四季就在涨了 那么像低润的业者 可能他面对的是PC 的业者 那在出货这个价格上面 大家都是事先 以合约来讲定的 这个就叫做合约价 那合约价 它没有办法 即刻的反映市场的供需 就像现货价已经涨了 可是我原本跟 这个PC业者 约定好的出货价格 我不会因为现在 市况转热突然就调涨 但是等合约到期 换约的时候 我当然就要去做调整了 所以合约价反映会 比较慢 但是它比较能够呈现 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那么当我们看到 低润的现货价 合约价都涨 而且合约价 一旦让它价格超过现货价 那就是所谓的黄金交叉 大多头要来 请注意 这里讲了产业面的大多头 指的是如果合约价 超过了现货价 那么以今天我所看的 最新的状况来讲 合约价 现货价都往上 但是合约价还没有超过现货价 这也代表着低润后面还有得涨 因为以往的景气循环经验 到最后都是出现黄金交叉之后 再大涨一波 最后才会结束 那把整个低润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之后 希望的就是各位 在看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能够有高度 有深度 而不是只有股价 因为股价是最后的结果 但是股价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 就像我们讲到 南亚科 明明就是龙头 明明就是好公司 那怎么不会涨呢 就说着说着 昨天大涨了8% 那今天来到89块钱了 技术面这里突破了下降切线 现在是转强 三天前 它是呈现了破低的格局 所以我说 如果只看技术面 这个地方破低 是不是应该要停损卖出 可是如果你 站在基本面的高度跟深度思考 这里不叫做破低 不应该停损 反而应该考虑是什么 好公司 成长趋势明确 股价打折 就跟精品包打折 你应该要站在买方 所以我这个提供给各位就是 基本面的重要性的思考 那你看看技术面的破线之后 外资买 投信买 阻力买 所以法人的思维 这个就是魏阳老师 想要帮助你的地方 让你们跟法人之间的 思考决策 能够拉近一些 那第一润 当然我讲很多档个股 它是互相的 去做比价拉抬 不是互相拖累 所以说可能这两天 南亚科比较强 那相对来讲 或许石拳 金豪科 还有这个威刚 没有那么强 但是前一段时间 是金豪科比较强 在前一段时间 是石拳比较强 那也有一段时间 是威刚比较强 我觉得这个都是过程 这不影响格局 那也许你手中 刚好买的是南亚科 这两天比较高兴 你是石拳 今天就没有很开心 也许你前两个礼拜 你手中的是金豪科 你是比较开心的 而当时的南亚科的投资人 心里就闷闷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过程 不影响格局 因为这些股票 说穿了 它都是站在 同一个景气循环的浪潮上 都会往上的 所以大家不要 因为一时的股价的动荡 失去了信念 对基本面的信念 好 再来我们看几档个股 最近讲到3217优群 因为当冲洗盘洗得很凶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的一些惯性了 像昨天大涨 今天开高之后 就又压回 就像这个地方 有群大涨隔天就压回 大涨隔天就压回 大涨隔天又压回 不过它通常压回过后 没多久 很快的就又会 重新往上攻击 这个也都只是一时的过程 事实上 你打开它的日线 搭配移动平均线来看 我们就让各位看一下 短中长期均线 是不是标准多头排列 全部纠结后发散往上 甚至如果你再用周线来看 MACD翻正 底部形态完成之后 出量过颈线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格局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些当冲客 其实不会影响 一档股票的格局 3680加登 果真回测仅限后大涨 仅限在哪 339.5 回测就是要站在买方的 那看法没有改变 今年台积电资本支出的 最大受惠公司 就是3680加登 提供EUV光照盒 627同心电 前一波出清之后这里买回 那短线买回之后 目前有点小套牢 那套牢是我自己亏自己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家族朋友讲 布局跟套牢 看起来很像 其实是不一样的 说实在 我当然认为我是在布局的 而且重点是前一波出清 已经先把20几%获利放口袋 所以这里还没有涨上去 稍微观察忍耐一下 2375开美 我们目前短线以来回价差的方式 来做操作 不过这一波开美涨到这里 它其实都没有明显的爆量 再加上铝职电容跟电阻都是涨价 产业趋势是对的 那这里当然有越来越多的股票 可能你都要去留意它的一些风险 因为很多公司在这波大盘 大跌1000点以后 整个筹码也乱了 那整个基本面后面 慢慢可能要打回原形 过度炒作的股票 它当然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但是也有一些好公司 本益比低 筹码稳定的 就像我们最近提到的这档 过年加班股 目前特定阻力连续布局 刚突破成本线 股价蠢蠢欲动 这一波大盘大跌了1000多点 它完全不受影响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布局的话 这个星期过年之前 我们有特别给大家的年度活动 牛年发财经188等你来领取 想要的朋友 立刻在广告过后来电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等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次影片认为老板上有小时感悟 总监 什么事 优优独立则